柯主席等于说他公布了这个三个民调 但是后来大家有发现说 除了里面没有把所谓互相跟侯市长做搭配 这个列路就算了 然后甚至大家还发现说 他的原始在加成之前 其实原始都是有两份 这个被认为是侵犯民调 那两份这个趋势跟这个求真 他们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原始都是侯市长赢 而且都是赢大概5%左右 就一加成之后都倒过来变成 这个侯市长输给柯主席8% 那这样子的所谓的民调数据 真的有办法去吸引人吗 还是柯文哲就是在做一个 自己开心的这个民调 因为他自己选择的民调公司 所以当然公信力就有问题了 那何谓可以选择美丽老电子报 没有啊 电子报每次做何谓都赢 所以而且另外就是说 你手机跟四话做民调 那个误差要分别计算 而不是合在一起计算 这是统计商的技术 那还有就是问卷的内容 那现在把郭台面也放进来 那你把郭台面放进来 那个跟只有两组就有差别 他们现在希望蓝白河 就是希望说两组 而不是有三组 四组候选人 他现在把四个人放在一起去比 那跟未来这个蓝白河 这个假定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蓝白河就是一个 比如说柯侯对赖销 或是侯科对赖销 然后看到底比数怎么样 要比这个东西 他没做这个啊 他用单独去比 那所以这个民调 就是跟实际的状况 跟大家预想蓝白河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你自己去挑三家 别人就会质疑嘛 也许你做了十家 这三家也我就把资产拿出来 那其他资产没拿出来 是不是这样不知道 但是人家就有权利这样怀疑 那而且你在现在比这个东西 而且你单独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嘛 你是要合还是不合嘛 那另外我也讲说 你政党实力也不要放进来了 你现在不能说 只靠你一个人的民调 我觉得那个是很虚的 政党实力 你动员的力量 国民党有14个县市长 370个县市议员 有这个将近40个立法委员 你不能不算 这个都是在选举的时候 都蛮重要的 你随便举例 比如说这个礼拜六下午 台北市 北部不是办了一招式大会吗 在市政府前面 哇人很多对吧 好几万人 那如果讲完不是台北市长 有可能在那边办吗 可能根本出不到场地 你记得那时候 红山军的时候 陈菊当市长 红山军他是施明德 绿营出身 想到高雄办活动 进都不给你进高雄 连你能进高雄都不给你进来 那地方政府就有这样大的权利 你不能说这都不算 这在选举都蛮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要和 就是说大家真的平心静忌了 因为我真的还是 就劝柯文哲 虽然他不想听了 就是说和 和者两利 和者两利 你柯文哲假定说 你和 然后将来 有很多 政治还是有很多的职位 可以让你人尽其才 那你民进民众党 在这个机会就可以壮大 你不和的话都输了 你不要说第二名 第二名在我来看 跟第200名是一样的 只有第一名 哪有什么第二名呢 那到时候呢 你民众党最多 五席不分区 变八席变十席 四年以后泡沫化了 五席八席十席不分区 就能做什么呢 那你现在天天想说 三党不过三党不过 我就可以发挥关键力量 三党不过半 你也发挥不了太关键的力量 会发挥一些 因为行政权还是独大 行政权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没有行政权 其他基本上都是空的 你做的只是 在那边扯后腿而已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那我觉得还是不如 做一个成事 能够成事 能够把你的理想 付诸实现的一个政党 更何况你国民党 跟民进党 跟民众党 现在是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内阁制 对不对 内阁制是多大一件事情 让台湾将来政治 能够 能够安稳 能够长久 可大可久 现在总统是很不稳的 那如果说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能够将来以 比如说举例来讲说 不管谁当总统 第一年我就开始 推动内阁制 就开始真的要 落实内阁制 那这样的话 对台湾的政治 是一件好事 那你不做 那你到时候 两个都落选了 你的所有的理念 都是空的 都没有了 我觉得柯文哲是聪明人 继续去想一想了 昨天朱主席也是喊话 柯文哲希望能组成连队友 不要都靠 好像都想要单独出来选 但他的发言人 今天还呛说 难道侯柯两个人 一起站在 所谓投手球上面吗 这样子的感觉 好像之前 柯主席还曾经 曾经允诺说 如果民调他输 他就愿跟侯大 感觉所谓的侯柯 都可以在柯文哲心中 很多是假的吗 不知道啦 现在因为到最后关头了嘛 最后刺激对方的话都少说了 那希望气氛好一点 然后呢 大家总是有得 有让 都有一些了 不能大家都坚持几件 都坚持几件就很难合 就很难合 那不合的结果 赖清德当然 当选的几率最高了 那想要这个时候 搞气宝都不容易 那结果 其实国民党还是第二大党 那民众 民众党将来就 越来越小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是柯文哲愿意的嘛 虽然柯文哲不喜欢听这样话 但是良耀苦口啊 就是这样子 有媒体报道说 下礼拜天的四十大会 会公布副首是周开联 那请问一下 四十大会有没有这个桥段 四十大会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相关的流程 但是所谓的副首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还是 回到最原始去谈到 所谓的副首的事情 现在还是在 在野整合的阶段 那当初为什么会提到副首 还是因为我们作为要 往自己参选的这个路上 总干事总是会 对于每一件事情 做最好的安排 所以他会做一个 Time table上面的排程 那至于说当天 会不会有所谓的副首 我想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流程 如果真的有 会再跟大众来报告 民众党昨天公布了三份民调 然后后来发现说 是经过了特殊的家群之后才赢过理 不会觉得他们这个 是民调不是民调 然后这样有符合科图其说的公开透明公正吗 其实很多的民调专家学者都说嘛 其实加钱以后 那个误差的偏离更大了 所以 民调敢也当做常客有娘嘛 这也是一个很误实的一件事情嘛 也是很科学的一件事情 所以 很清楚 那是专家说的 所以民调都是参考 又 不差偏迫 太大了 那你觉得柯主席说公开透明 是不是只是喊喊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他自己列部做的嘛 应该 真的要做的话 是应该 有长期的主流媒体 以及主流民调公司 非常有公信力的好好去做 尤其最近 我们朱主席 在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 也特别提到 其实两党 如果要按照柯子期的方式 就提出了 第二个德国式的 大家就 朱主席所提示的方式 一半 一个政党 一半就是柯而何柯 大家好好做嘛 我也在这里呼应 我们主流媒体也好 主流在做民调的公司也好 这段时间 尽数的能够 在 德国式的 做法上 大家做一个比较跟分析 如果这两三天 大家可以做好 其实我也呼应两党主席 就这个议题 大家好好做下来 好好的协商 因为 所有 希望蓝白盒的 民众 大家都非常地焦虑 希望赶快看到 两党能够快速地协商出一个结果 我相信 主席所提出的方法 也蛮符合 柯子期的方式 所以两党主席赶快 尽数地回应民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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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